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個終於下班了 那我們來玩一下這個先鋒服的新的這個活動機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早上就有這個工會的網友跟我講 但是呢實在是忙不過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首先是兩個 算是兩個活動 一個是這個獸靈禁舞 然後另外的是漢勇嘉獎 那這個活動的話 在這一次1.100更新的預告有說到 那我們往前來看一下 應該有吧 這裡更新公告 今天是那個10月14號對不對 所以說他是說這個地方 10月14號 這個叫做獵魔手記 然後可以透過奇境探險通過 但是記住這個不是給新手 只要過到32-60 其實32-60也不會太難 以目前來說 大概我覺得一個月之內都可以衝到 那獵魔手記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奇境探險 獵魔手記 有嗎 有嗎 等一下喔 秘寶俠灣 欸等一下 這邊有三個標示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個是 左邊的是秘寶俠灣 這個是洞風雙圓 這個是那個奇境探險 那影片的話 我那個前面有錄喔 然後 劣魔手記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是兩個活動沒有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什麼是獸靈禁武 獸靈禁武的話 過名思義 跟這個看圖片的話 應該就是比獸靈了吧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點進去 難道是像炎武試煉嗎 等他 等他Loading一下 稍等一下 這個群挑錦標賽也快結束了 唉唷 欸 先鋒符我還是去看一下 嗯 等一下 長得真的是蠻像的 來看一下 哇我的先鋒符在112名 先鋒符人比較少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每天有 有東西可以領嗎 看一下獲得勝利 但是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全部領完之後 就沒有啦 對不對 如果說你是沒有課金的話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獸靈禁武吧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長得有點像是 全球錦標賽 喔 這怎樣 這好像是 這好像是之前有一個活動 就是跟課金有關係喔 然後 50可以解鎖 150可以解鎖這樣子 那最多呢 到7560 然後有一個這個閃亮亮的框喔 叫做 笑場雄風 那最後的大獎是 蜜汁香料 蜜汁香料的話 這是可以指定 指定選一隻紫色的這個角色 那蜜汁香料怎麼獲得呢 就是當你 去抽 去抽獸靈的時候呢 他就會獲得一定的這個香料 那當你的那個獸 獸靈達到滿級 18級 譬如說藍色的 他也會轉化成這個香料 那香料達到100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變成這個 一個蜜汁香料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大獎的部分 OK 好像這個大獎不是很大 重要是這個框喔 可是我覺得 好像沒有課金的話 沒有辦法獲得喔 來我們來看這個獎 獎勵預覽喔 猛獸勳章 解鎖所有的這個紙巾寶箱 然後寶箱內容有這麼多東西喔 那我要怎麼獲得呢 我應該是要去參加活動吧 這個樣子喔 然後呢 這個什麼東西 可以兌換的東西 那這一次有什麼神魔角色可以兌換 雷神 東侯女士 新手建議 然後莫塔斯 新手也是建議 其實我現在先鋒火 我的莫塔斯也還沒白色耶 那我可能可以選擇莫塔斯喔 照慣例來說 應該是可以讓你白嫖一隻這個神魔角色 然後呢 每日活躍寶箱 活動禮包 就沒了嗎 就沒了嗎 那我要怎麼進舞 等一下喔 那所以說呢 這個是要怎麼進舞 每日活躍中獲得大量的猛獸勳章 然後可以獲得寶箱 然後呢 使用猛獸勳章可以兌換不同的獎勵 那解鎖全部進舞紙巾 所以這個 這個不是拿獸靈打架 這個只是每日領勳章嗎 那我們就先來把每日任務做完了 稍等一下喔 劍遠針 玩那麼久 覺得舒服就是說 他的這個每日任務非常好解 這樣子 我們就多摸摸西摸摸 我們把這個 這個什麼 每日任務給解完了 稍等一下 這個是超級偷懶的 好 不好意思喔 我們趕快把這個 這個每日的功課做完 然後呢 每天商店 這個也是要買的 當然我們無課 一定要買時光灰激 不然的話 SP英雄共無緣 還有這個 紫色的靈魂石也是給他買齊 對不對 抽出神魔角色就看這個了 當然卓越精英雄靈魂石 那是一定要買的 然後呢 我們再點公會 公會這個地方呢 當然是這個刷一下 好刷一下 然後我們來確認一下 夢魘入侵 這個有打了 五天後過期 這個這個等一下再打 好 然後呢 這個異界旅店 領一個禮物 這個也是可以解任務的 這個抽這個是沒有解日常任務的 好像差不多了吧 再來可能是王座之塔 對 王座之塔摸一下 好 我們來摸一下 好 摸完了 OK 好 解完任務了 我們來看一下 每天解完100這個活躍寶箱 總共可以獲得多少的那個獸靈 獸靈的那個道具呢 99999 45個 那按照這個遊戲的慣例的話呢 應該是活動 那個無課領道具是12天 然後 這個活動是14天 最後兩天讓你去課金啊去補 所以45乘以12呢 剛剛我們計算機按了一下 是540 所以說呢 無課你可以獲得540個這個徽章 叫做猛獸勳章 這個活動有點乾耶 因為是新活動嘛 但是呢 他就是每天領東西 然後這個 你每天三天解完之後呢 你可以獲得540個 那540個 你就神魔角色一定可以換一個嘛 然後剩下90個 那按照慣例的話呢 剩下90個 真的耶 有沒有 就是換一隻神魔角色 然後再換個20個紅專武 又或者是 這一個 這個金盒金碎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每一次其實 都是給你算得好好的 那 我們看一下 我獲得45個 好 然後呢 50解鎖 所以說呢 有沒有看到 左邊有一個進度條 我現在45個 所以你如果說你無課的話呢 欸 有沒有 遊戲就給你設定的那麼剛剛好 540你就是解鎖不了這個寶箱 因為它是550解鎖 那我們當然是要看一下說 怎麼樣去獲得更多的 更多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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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受領的那個幣呢 少等一下喔 那當然就是課金啦 欸 30塊錢 就有30個 所以你課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多領一個寶箱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普通商船 這個日禮包 日禮包也變了 有沒有 30塊錢 這邊就會有18個這個這個徽章 那就看看大家的這個需求是如何 那這個課的話呢 就是同時你 你課金的話呢 你除了可以換這邊的東西之外呢 你又可以解鎖這邊的這個箱子 因為你無課你最多只有到540嘛 那你一直課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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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7560之後呢 欸 你就有一個這個 很帥氣的這個課長的這個徽章了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活動是這個樣子 那寫是寫獸靈禁武啦 但是我覺得 欸 目前我這樣看起來 不知道為我們理解錯誤 我覺得跟獸靈好像 好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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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關係喔 頂多是這些寶箱 頂多是這些寶箱可能 可能是不是可以開出獸靈的東西啊 嗯 不知道欸 好像 好像跟獸靈關係不是很大 這個漢勇嘉獎 對啊 這個就是每天 每天上線 領寶箱參加活動而已 但是真的很簡單啊 這個樣子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奇境探險 新的叫做這個獵魔手技 又是雷恩跟這個福克斯 他們的出現頻率真的很高 這一次的奇境探險啊 也是這一個雷恩喔 好那這個他們有個進度 欸 是新的 是類似像奇境探險嗎 稍等一下 我們先看左上方的這個驚嘆號 他說 獵魔手技包含不同的世界 每個世界都有獨特的戰場效果 戰場效果我們已經很熟悉了 像是足蹤夢境 像是這一個 像是每一次的那一個 牛群夢境 又或者是群牛警告賽以後 都會多了這個戰場效果 然後呢完成挑戰目標 可以獲得星星 欸跟三宵活動啊 這個這個暗影陰影入侵啊 是不是類似呢 然後關卡分為關鍵關卡 跟普通關卡 然後都可以重複挑戰關卡 獲得更高的關卡星級 最高就是滿星吧 然後呢 挑戰關卡要消耗挑戰次數喔 所有事件是共用挑戰次數 然後每週一早上8點80次喔 天啊不會像是那個亂石之境吧 我看到80次這個數字 這個這個數字我有點怕怕的耶 哇亂石之境的話 是那個200次嘛對不對 那個重來 那不能使用試用英雄 臨時傭兵跟那個援軍喔 獵魔手技 所有的英雄都是統一是360級 然後裝備強化 然後不能使用神器 OK 好那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80次齁 好33顆星 滿星的話呢 獎勵普普通通啦 32-60可能是給 我覺得是給中階進度的玩家 獎勵 譬如說三宵活動跟陰影入侵 是給新手玩家齁 就是大家都可以玩 然後多了一點支援 那這個過32-60開啟的這個獵魔手機 我覺得是給 就是他的他的這個這個獎勵的設計 是是給這個正好進入中期的玩家 來做一個多獲得資源的這個廣道 好那所以說呢這個是獲得33顆星 可以獲得10個占星抽跟一些小東西喔 那我們就來打打看吧齁 第一關 好這邊有一個對話 這樣子 33顆星的話 一關三顆星也就是 應該是總共11關喔 哇你看應該不是很難吧齁 大家都已經擠在這邊了 挑戰次數80次 然後懸賞 過關這個秘密村莊事件獲得3顆星 關卡1234567890 19 都可以獲得一些小東西喔 好那我們就來打打看吧 這個目標1 目標2 目標3 這個的話呢 其實還蠻有趣的 然後呢 這個文字太多了齁 而且陣王的英雄數量不大於2 有點像是秘寶俠灣那樣的感覺 對不對齁 就是多了 對啊 然後獵魔獻賞27天 所以這是一個月重置一次嗎 對啊 那這個就是一個秘寶俠灣的額外的版本嘛 戰場效果 敵方對敵方造成傷害的時候 對該名敵人 這個周圍額外造成範圍傷害 然後孤軍奮戰 敵方周圍沒有敵方 沒有其他敵方單位的時候 受到傷害會降低50% 好 我方有一個buff 敵方也有一個buff 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需要劍射傷害比例高於10% 那 那不知道耶齁 我們就來個 來個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 我記得我有射一隊 等等等等 我們來射一隊比較萬用的隊伍好了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開點聲音喔 我們來上一個比較萬用的隊伍 然後 這個 你也蠻痛的 這個樣子 好 這樣子 感覺上 還不錯 好 這樣這個存活率高 然後 然後也是 攻擊力也是亂七八糟 然後暴擊也是有 這樣子 這樣子 算不算過關啊 欸欸 不對喔 不對喔 劍射比率傷害大於10% 我們要達成那個 那個效果 他是說 劍射傷害比率 劍射傷害比率 所以說我不能太強喔 因為他要劍射是不是 所以 所以說像安芝這樣子 一發秒的還不行喔 那如果是Queen加 波斯王子 因為他會 Queen加波斯王子 就會一直揍一直揍一直揍 對不對 阿揍一次之後呢 他就建設 阿揍一次他就建設 是這個樣子嗎 阿我就一直揍一直揍一直揍 一直揍 一直揍 不要用安芝那個樣子 一直揍一直揍 阿這樣子行不行 蛤? 本次傷害比率為7% 阿這樣還不行 你很麻煩喔 那 那我 我再放少一點點 好不好 欸 Queen 這樣子 好不好 我 我這樣子 每次造成傷害都會有 還是我要那種一直普攻阿 阿剛剛大招把人家幹掉是不是不行 6% 哇 糟糕 點點點 欸 這個我們要仔細看喔 呃 對該名敵的幾方對 額外傷害為本次傷害的200% 所以我不要開大招是不是阿 好 我們再試一次喔 不開大招 不開大招 有一點點詭異喔 但是 好 時間快到了 我再開大招 阿這樣子行不行 我都沒開大招 欸 過關了 欸 可是 可是我 我這個2分的 我又沒有得到 哇 這個 這看來有一點困難耶 齁 劍射比 而且要快 要 要不斷的出擊 要 要不斷的出手 然後 而且傷害也不要太高 每次攻擊 阿孫悟空啦 孫悟空行不行 我們看一下喔 孫悟空行不行阿 45秒是不是 這樣已經過了40秒了 唉唷 好像 好像 好像差不多45秒喔 蛤 本次傷害為0 阿天阿 喔 怎麼怎麼這一關這麼難阿 喔 哇 看來這這 這個真的是要攻略的 而且糗了 喔 哇 這真的糗了我還以為很簡單的 輕輕鬆鬆的 等一下喔 嗯 衝出去 造成傷害 狼人也是 亂七八招齁 蝦雞巴亂切 然後 老鼠 可愛所思 造成傷害 狼人切切切應該不錯吧 然後 我們的獅子 齁 本次攻擊造成傷害 嗯 還有誰呢 一直打一直打 索羅斯嗎 好 這個樣子 好 不開大招 不開大招 喔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怎麼講呢 喔 普攻非常強的角色 那這樣子 劍射比例高於是 本次傷害為0% 是為甚麼咧 糟糕了 將對該名 敵人周圍額外造成一次範圍傷害 劍射比率 劍射比率 哇 我好頭痛喔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咧 這樣子如何 本次傷害為5% 唉唷 好像 好像有一點希望喔 本次傷害為5% 5%喔 那如果我只上兩隻咧 死掉 他就不會顯示了 怎麼辦呢 本次傷害 唉唷 弗雷拉 是不是 阿塔利亞 是不是 阿塔利亞 好像也是 切來切去吧 本次傷害為0% 我好崩潰喔 這怎麼辦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再想一下 建設傷害比例高於10% 會對該敵人 周圍額外造成一次範圍傷害 會對周圍敵人 額外造成一次範圍傷害 會對敵人額外造成範圍傷害 讓我想想看喔 我用索羅斯一直切 然後呢 你們 你們都造成範圍傷害 我用索羅斯一直切 一直切 一直切 欸唷 我萊卡是不是打太多了 蛤 本次傷害為0 等一下 我不要上萊卡 這樣子 然後 我上一個阿塔利亞 我不開大招 不開大招 8%8% 欸有機會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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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阿塔利亞 感覺上不錯 嗯 那我們看一下齁 等一下 落傷會讓人家死太快 喔 來 來上一個這個牛牛好了 不開大招 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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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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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活不下來也不行啊 再來個阿塔利亞 好 切切切切切阿塔利亞切切切 阿塔利亞打很快 0% 0% 為什麼 為什麼變0%了 剛剛 剛剛覺得 剛剛覺得8%還不錯阿 喔 難道是這個樣子嗎 欸過關了 過關了啦 喔天啊打那麼久 終於過關了 好 我花了14次 哇 這個好難喔 好 那這個影片的話 我會 我會記錄說到底這個 每一關 這個 過關的這個陣容喔 好 那 這什麼東西阿 目標1 獲得戰 戰鬥勝利 這個也太好了吧 喔 獲得戰鬥勝利 這個 這個也有 會有什麼難度嗎 好 隨便上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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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陣容阿 這 這不知道我是哪邊的編隊喔 感覺上次有點像是推 推主線的陣容喔 過關了 下一個 戰鬥勝利 唉唷 天啊 太善良了 謝謝官方 聽我說謝謝你 好 這樣子 隨便上 我以為要打11關耶 結果後面放水 讚喔 好了 來 來 來 看來 這個 又是劍射傷害啦 買啦 然後15秒 為什麼都是劍射傷害 然後 然後 額外傷害為本次的150% 有沒有別的挑戰阿 這個 這個我還是 我還是抓不是很清楚耶 那就索羅斯 我剛剛怎麼上的 小羊 然後 阿塔利亞 這樣子 我是 我是這樣子上的 阿塔利亞打中間嘛 阿中間就會 中間就會讓他爆炸嘛 對不對 所以 不知道耶 然後不要開大招 不要開大招 我要開大招是沒辦法 因為30秒而已 欸 過關了啦 好用阿 各位觀眾阿 索羅斯 然後小羊 然後 這個 匠神 跟這個阿塔利亞 欸 過關了 我前面花那麼多時間找陣容 果然沒有浪費喔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陣容 可以嗎 贏得了嗎 其實 其實 敵人不會很難 我說敵人的設定不會很難 沒有那種推圖的難度 所以我上這些 亂七八糟的陣容 也可以獲勝喔 好 看來是 兩 怎麼講呢 就是一關難 然後搭配兩關難 兩關簡單 就是只要獲勝就好 好 過關了 拜託不要 阿呦 又是劍射 真的又是劍射 有點偷懶耶 怎麼都是劍射啊 好 那就這樣子上吧 欸 這個 這個 這個隊伍讚耶 對不對 好用好用 好 目標獲得勝利 然後我們再上一個 奧登 阿呦 阿呦 怎麼對方亮晶晶啊 難道是什麼buff嗎 好 但是沒關係喔 管你什麼buff 我的隊伍也是很強的 阿呦 你看那個趴趴熊 亮晶晶耶 好 然後兩關簡單的 這樣子 上面有什麼buff 就直接不看了 因為相信這個對大家來說 不會有什麼任何的難度 可能剛過32-60的玩家 打這個會有些辛苦 好 然後呢再來 呃 關卡10 太好了 不使用輔助英雄 然後全部獲勝 這樣 這個 這個就沒問題了吧 不使用輔助英雄 這個還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來一個 對不對 東猴女士隊 對不對 超級萬人的 不使用輔助英雄 或 來一個盧克雷蒂亞 來 欸 每一個都是戰將 超過30秒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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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30秒了 超過30秒了 敵方有什麼 傷害降低喔 那 那等一下喔 這個超過30秒了 嗯 想想看喔 還有什麼傷害很強的呢 傷害要強 一次把你幹掉 30秒 沒有輔助 嗯 法師 再上個 上個弱傷行不行啊 拉庫 行嗎 這樣子有點亂七八糟 還是上什麼速攻隊之類的啊 欸 欸 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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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速攻隊嗎 呃 有一點不大確定啊 落傷 然後 好 先隨便上一下 我沒有雷神喔 哇 哇 哇 慘敗慘敗 等一下等一下 喔 好像還是東猴 那一隊比較好一點喔 嗯 這個樣子嗎 骨弓 拉庫的傷害比較猛吧 好 這樣試試看喔 問題是卡在這一個 你看這個免疫免疫免疫 問題是卡在這一隻啊 欸 什麼東西 欸 我怎麼跑到這一關來了 等一下 我 我搞錯了是不是 我要 我要回到這一關啊 這一關啊 30秒獲得勝利 我剛搞錯關卡了 抱歉 那我看一下喔 我們上一隻落傷好不好 傳個傷害 奧登 戴蒙應該 應該也可以吧 好 試試看喔 恩...傷害還不夠 是誰啊 好像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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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這一個 這個這個趴趴熊喔 恩... 欸... 斯加萊特行不行 齁 斯加萊特行不行 看一下喔 好 我們用斯加萊特 怎麼忘記的斯加萊特呢 哈 相信 藥更獲得 它咻咻咻咻咻咻咻 好像不行咧 等一下 看一下喔 剛剛奧登還好一點點 難道要消掉他的buff嗎 看看 有誰比較適合 鼠炮 鼠炮 好像冬虹女士不大需要耶 雙子好不好 大家加速大家開心 隨便上了 這是誰啊 他是誰 我們的埃茲 不行不行不行 雙子是輔助角色 對不起對不起錯了 埃茲那麼強喔 等一下埃茲那麼強的話 那我上洛桑 然後 然後 鳳凰是 是坦克 如果說有一隻 如果說有一隻 強的SP的什麼 什麼色恩啊或是 或是獅子齁可能 可能會好一點 我們看鳳凰行不行喔 我覺得不應該 不應該上鼠炮等一下喔 換一個換一個換一個 來換一個拉庫好不好 我們是正義聯盟的 來了鳳凰 哎呀差兩秒鐘 差兩秒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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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試一次齁 應該就可以了齁 差兩秒鐘 隨便換個位置 差兩秒鐘而已齁 可以 這一隊可以 啊洛桑掛掉了 欸可以了可以了齁 過關了過關了 欸 啊不行齁 有人死掉 有人死掉了 喔我真的是 真的是齁 沒靠沒馬賽 欸熊妹也可以吧 對不對齁 熊妹也是個真傷腳啊 對不對 把你的防禦力降低 熊妹趴趴趴 趴 欸過關了過關了好 然後再來是這邊 十二關 戰鬥勝利 好這個就隨便了 這個就隨便了齁 隨便上 好死了也沒關係 只要過關就好 欸不會這麼窮啊 等一下 敵方是不是有一些 亂七八糟的這個buff 喔我有點怕怕的 為什麼他們的奧登 好像血都沒有少 欸是不是他已經 他已經減傷到 減傷到 90%啦 我看奧登還是隨時上著好了 把人家能量打空 不然莫名其妙被 被翻盤喔 喔天啊 我已經上私家萊克 這樣子還要打那麼久 我們來看一下傷害喔 喔都不錯喔 好再來齁 不用遊俠 全部都存活 我剛剛這一隊其實就 喔對不起 有遊俠 嗯不用遊俠 這樣子 嗯看一下喔 我們有鳳凰塔琳 不用遊俠 欸欸來一個輔助角色好不好 這樣子我沒有遊俠吧 感受一下喔 30秒獲得勝利行不行 喔好像 唉唷可以喔可以喔可以喔 欸可以喔 漂亮喔 好目標 戰鬥獲得勝利 這個樣子 欸好管他的就這樣上吧 哇對面是兩層護罩欸 哇這個是這個是怎樣 欸慢慢慢慢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能要掛了 難道上我們的這個虛空隊 欸輸了耶 等一下喔 我們有什麼buff 又是這個劍射喔 好好好反正這一關是獲勝就好了嗎 那我們就穩扎穩打喔 我們用一個這個大家都有的隊伍好不好 東猴亡靈隊好不好 欸 欸 欸欸欸欸欸欸 骨弓怎麼掛掉了 欸可是我重來一次就浪費一次次數欸 該不會錄這個影片 然後結果我沒有過關吧 啊 骨弓掛掉了糟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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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弓換一個好了 換一個誰呢 換一個 來一隻SP的鳳凰 有沒有 上個SP的鳳凰 好歹我先鋒符也是 哎唷我竟然沒有跟你上刻印喔 等一下我來上一下刻印喔 開什麼玩笑 先鋒符難得有SP的角色 當然要上個刻印啊 唉唷這一顆下來 哇 挂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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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強一下我的這個鳳凰 刻印 存那麼久 然後再來 再來就不夠了但是沒關係 我們先點幾個 洞察先來一個 爆傷增幅也來一個 然後其他的先 先等等 OK 好我們 我們再去挑戰喔 奇境探險 好 獵魔手技 好我來了 嗯 這邊要用什麼呢 等一下等一下我沒注意這個 處於敵方半場單位的敵人 啊真的是要看耶 如果是這樣的話把你吸怪不就得了 是不是這樣說 誒誒誒誒 然後我們還可以上誰呢 上我的這個有沒有 最近這個 這也是給人家吸過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嗯 上個 這裡可以上個熊妹 然後再來一個 Queen 好不好 你不要在敵方半場裡夠過來 哎呀 原來原來解答就是這個樣子啦 沒有看戰場效果 真的是活該 好過關了 OK 好然後再來這一個 處於敵方半場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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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艾龍老英隊了 好就這樣子 好就這樣子 趕快吸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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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掛掉了掛掉了 等一下 不要玩這一隻好了 要把人家吸過來喔 阿塔利亞行不行啊 阿塔利亞去展艾茲 把你踢過來 踢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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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樣子你是在半場嗎 你的位置很尷尬 好像 好像沒有在半場囉 好像沒有在半場囉 喔我也快掛掉了 OK好 勉強勝利 勉強勝利 好了 這樣過關了 好再來 哇 只剩37次了 使用來自4個不同的陣營 然後30秒內獲勝 使用來自4個不同的陣營 30秒內獲勝 30秒內獲勝 是不是用速攻隊啊 有 有辦法嗎 掛掉了 好 敵卡 來卡 熊妹 我換一個熊妹 我應該可以比你先拉過來吧 好上一次鳳凰試試看 好這個樣子 好像用埃隆隊沒有辦法 處於敵方半場 然後30秒內獲勝 死人沒關係 踢過來 過來 阿塔利亞 不要讓埃茲開場 再吸過來 我覺得這個陣容是對的 不對 要4個陣營 我看一下 1 2 我鳳凰多用了 所以我來一個 我想想看 用誰呢 我這樣已經上兩個綠玉了 斯加萊特 不行傷害怕不夠 盧克雷蒂亞 可是又要大家都存活 誰啊 誰比較適合啊 要4個陣營 獅子會不會把人家打到人家半場去啊 我獅子睡著了 不行不行不行 獅子不行 我已經叫了老鷹了 等一下 獅子不行 欸 反正我趴趴熊也吸不過啦 那我就不上老鷹啦 那我來上一個 我來上個 雙子 好不好 欸不對不對 抱歉抱歉 雙子是半神的 噢 惡魔才對 莫塔斯 好不好 好這樣子 上buff上buff 嗯 好像不行捏 好像 鳳凰是不錯 那我不要上綠意了 好這樣子試試看 糟糕 我獅子 把人家的這個 怕怕怕熊打到 打到敵方的陣營去了 嗯 這樣子不行 好 看一下喔 不行 我不能上兩個綠意 欸 還是就是末日敬畏 末日敬畏也是打高傷的 嗯 嗯 好 重點是 他們要在我方半場 欸 我想到了一個人耶 我想到了一個人耶 這個人叫費恩耶 費恩他會有一招把人家拉過來耶 但是我已經上了兩個亡靈 所以這樣子不大多 所以這樣子不大多 我覺得費恩可以 那我不要上末日敬畏 好 我們來上一個 盧克雷蒂亞還是佐拉斯呢 嗯 可以嗎 虛空萊克 好 衝出去衝出去 好 好 這樣子 不行 他們 他們都在敵人的這個半場 他們沒有過來 這樣不行 所以我還是要用埃隆 可是我要怎麼增傷 雷恩嗎 雷恩站的不動 雷恩站的不動 好難喔 好難喔 嗯 糟糕 而且全部人都要活著 這個怎麼辦呢 如果說 我人都不動 然後把人家 引過來 引過來 如果我人都不動 把人家都引過來 然後我一直開大招 一直開大招 這個樣子呢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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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會被埃隆吸過去 哇好難喔好難喔 我會被埃隆吸過去 我會被埃隆吸過去 這樣子我會被睡著 我阿塔莉亞 先斬你埃隆 我把你們都引過來 我會被埃隆吸過去 欸等一下等一下我想到一個人 我想到一個人 不是菲恩不是菲恩 是乾瑟爾 是乾瑟爾這個樣子 可是我睡著啦 可是我睡著啦 乾瑟爾 可是我睡著了 所以我用佐拉斯先進場 然後跟你換位子 行不行 還不行耶 他開場好像免控了 他開場好像免控了 完了 我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等一下我先過關再說 等一下喔 幾方半場 處於幾方半場的單位 受到傷害降低90% 所以這一關又變得是 敵人不能衝過來 難怪這些都是衝過去的 那我們就放一些 我們也是衝過去的 這個樣子 這幾隻是衝過去的 然後 然後 我也來一個 我們也衝過去 誰是會衝過去的啊 衝到敵方半場 獅子 這個 好 隨便隨便 完了完了 他都在 我們的半場 好 好 啊 數砲 啦 數砲是不是 等一下喔 然後 數砲 啊 鼠帕掛掉了 鼠帕被切死了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這個樣子 好 你們不要站在我的半場啊 都給我推過去 啊 難道是要用夜耐法嗎 把人家推過去喔 喔 這一關很頭痛呢 這一關要獲勝 敵方周圍沒有啟發單位 我還剩幾次挑戰 糟糕了 呃 看一下喔 19次 19次剩那麼少 天啊 我看一下喔 末日精衛 他們都會衝過來 還是我打穩啊 如果用這個方式呢 這樣他們根本就不損血啊 這樣他們根本就不損血啊 用實力硬鋼嗎 只用10%的傷害打 先穩再說 可是 可是 可是也 也很有可能會超時的 對啊 超 超時了 呃 這樣子也不對 呃 怎麼辦呢 太多了 絲能 猶豪 都是 有 要把敵人推到他們的半場去 推到半場去 我有什麼角色可以用 用我們的 看一下喔 有 有很多 有沒有那個 那個什麼 這一種好像是 這一隊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盧克雷蒂亞行嗎 我們用盧克雷蒂亞試試看 盧克雷蒂亞掛掉了 看看喔 上個零寵 然後盧克雷蒂亞 然後盧克雷蒂亞 好 這樣子 這樣行不行 挖掉了 天啊 怎麼這麼困難 安芝隊不行 傷害力不足 所以剛剛那個末日禁衛還比較像一點點 只是還差一個輸出手 恐懼 讓他們恐懼往後跑 有沒有辦法 船長好像有這個能力喔 獲得吸金有這個能力喔 看 往後跑 往後跑 對不對 欸 骨弓其實也有這個能力 骨弓其實也有這個能力 往後跑 可是我的奧登掛掉了 恩 奧登掛掉 骨弓 要讓你們恐懼 可是 他們是免控嗎 盡量恐懼 往後跑 往後跑 骨弓往後跑 骨弓往後跑 恐懼 撞過去 撞過去 船長撞過去 撞過去 撞過去 一下撞過去 一下撞回來 決定性的傷害不足 要有一個高傷害的人 誰呢 哇 這真的難 真的難 拉庫 拉庫行嗎 可是骨弓的恐懼好像是 讓人家站在原地不動 喔 這時候我覺得如果說 有夜耐法就好多了 哇 又超死了 想想看喔 那時候 處於幾方半場的單位 受到的傷害 難道這一關要用夜耐法 你好像會飛過去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 你一定會衝過去嘛對不對 然後 達芬奇受到傷害他也會亂飛 對不對 來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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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那個味道了 有一點那個味道了 可是我只剩12次了 喔好頭痛喔 欸 東猴女士 好像用途不大 我們用奧登好了 奧登把人家吸 然後 把人家丟出去 試試看 奧登有辦法把人家 哇 那血是滿的耶 嗯 好像 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差那麼一點點 推過去喔 推到半場 SP SP的獅子嗎 喔 獅子敲過去了 可是我 我又怕獅子 把人家打到我方半場 捲起來 有一點那個味道 捲起來 捲起來 好 天啊 終於過了 喔 喔 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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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的獅子 好 再來是第18關 我們 出於幾方半場 好 那現在我知道 我知道 用他了 應該會好一點點吧 好 衝過去衝過去 欸欸欸欸欸 獅子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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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捲過去 慢慢地捲過去 好 這個位置不大好 這個位置不大好 我們讓獅子站在這個地方 其他人衝出去嗎 要用斯克雷格嗎 要用斯克雷格嗎 欸你們怎麼都在我 我方半場 我方半場 喔 斯克雷格 這樣你就撞不了我了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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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還是撞過來了 蛤 我斯克雷格跑過去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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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怎麼又撿到我這邊來了 差一點點 完了 我的次數不足了 天啊 我現在想看 要衝過去的 要衝過去的 盧克雷迪亞跟佐拉斯 好像也不一定會把人家弄到那邊去 阿塔利亞也是 亂斬亂斬的 熊妹來熊妹來抵抗抵抗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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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了 我的次數快要沒有了 各位朋友對不起 感覺 感覺我失敗了 我不知道怎麼要把人家推過去 等一下喔 看一下喔 這樣子 獅子 獅子 然後 斯克雷格 阿塔利亞 我也飛過去 我也飛過去 然後 我也飛過去 然後希拉斯 阿塔利亞 ㄟ 阿塔利亞不錯喔 ㄟ ㄟ ㄟ 現在過了耶 過了耶 ㄟ 過了耶 喔 我想說希拉斯死掉沒希望了 看來我看到最後一關喔 糟糕 這關還沒過 但是我先看到最後一關再說好了 好這最後一關了齁 不同的五個陣營 30秒獲得陣營 全部全部復活 處於幾方 半場的敵人 處於幾方半場的敵人 受到傷害 周圍沒有其他敵方單位 五個 五個喔 好難 好難 真的好難 真的難 我現在上了一個阿塔利亞了 你跟我換位置剛剛好 然後我會衝過去 我現在我還要一個人 一個夠強的人 一個真正的男人 半生有了 想來想去 還是末日敬畏吧 趕快過來打我的莫塔斯啊 阿塔利亞死掉了 說不定不用阿塔利亞 反正飛過去 然後穿過 還不是一樣 符雷拉 鳳凰 衝過去 熊妹 我沒有綠意的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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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熊熊往前衝 欸不是啊 你們怎麼都 怎麼都在 我方的這個半徑啊 應該不會用西瑞絲吧 在那邊海嘯推推推 我的測試不足了 如果有夜耐法一定很好用 因為夜耐法的那個罩子 會把人家推過去 那 這樣子我實在是不知道我要用誰 可以把人家推出去 這想都沒想過 烏龜嗎 跑到遠處嘲諷 可是烏龜也有可能會陷在敵陣啊 艾茲 可是艾茲會把人家吸過來 我只剩三次了 對不起 有可能過不了關了 迪賽拉會讓人家恐懼 往後退 艾茲是把人家吸過來不可能 鼠炮 但是敵人一直擠在我這邊 我鼠炮有什麼用 牛牛嗎 狼人也是一開始衝過去 然後他又追回來 在那邊打來打去 我覺得牛牛 我覺得牛牛的大招是有點像 但是用了牛牛之後 牛牛的大招行嗎 沒有用啊 他們都還是擠在我們半場這邊啊 這個牛牛也是撞來撞去啊 沒用 沒用 所以卡關了 打了一個小時 抱歉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一個 敵方半場的單位 這個是敵方半場的單位 所以我們要把人家吸過來 剛剛這關怎麼過的 已經忘記了 啊 天啊 所以這個是要把人家吸過來 這個把人家吸過來的話 這個是要把人家吸過來 管他的啦 然後我記得是阿塔利亞斬他嘛對不對 幫你開場讓我睡覺 踢過來踢過來吸過來 啊 勝於挑戰 1 1 這個1 1 我要上誰才可以獲勝呢 SP獅子應該是OK的 1 1 站在後面 載至全場的 辣個男人 就是我們的 奧登 還是Queen呢 奧登好了 奧登好了 啊我的埃隆掛掉了啦 奧登 奧登是無敵的 奧登是無敵的 哎呦30秒內全部獲勝 呃天啊 我剛剛 我剛剛差多久 齁再次挑戰 挑戰次數不足 呃好 OK 好那所以說呢這個 沒有那麼簡單齁 好那結果呢最後面我卡 我卡這個19 然後獎勵我也沒有辦法全部拿到 我真的太低估他了 呃其實我覺得這個一定會有攻略啦 這個是上網找攻略的話 應該會很好過 那我相信 不論是在這個YT或是B站 應該會貼出很多攻略 那相關這個怎麼講呢 過關的這個紀錄呢 我會放在影片的下方 然後卡關的這個關卡呢 大家看一下喔 那接下來挑戰次數的話 要恢復的話呢是 看一下喔 呃 每週一的早上八點鐘齁 所以 呃接下來我要挑戰的話呢 就是 下禮拜一的齁 那不過呢那個時候應該攻略已經出來了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也其實還蠻有趣的齁 那只是說這個八十四 真的是有點意猶未盡齁 讓我花個鑽石 再繼續挑戰嘛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